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口罩解禁也即将迈入第三周 而下礼拜开始呢 小朋友们终于可以不用戴口罩 到学校上课了 不过在公共空间 小朋友没有戴口罩 家长们放不放心 时机电影到街头来看 接着现在人来到华山园区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民众 即便出门在户外空间 还是会戴好口罩的 而这边呢 也有不少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们出来玩 而他们也都提醒小朋友们 要戴好口罩 就是为了避免被病毒感染 会不会担心小朋友 在学校没戴口罩会被感染 会 不会 你惯了 周一起学生上课 就可以不用再戴着口罩 至于要不要真的让孩子 脱下口罩 家长们意见两极 接触的人太多了 所以有可能不小心 就会跟同学之间 就互相转难 就算解禁了 我们还是会让小朋友戴着口罩 大概都有免疫力了 所以应该是还好 就是都确诊过 口罩解禁不止家长 左右为难 老师更担心 万一班上发生 群聚感染 该怎么办 因为在学校内 他们的桌子跟桌子 只会有大概 20到30公分的距离 而且他们在室内的话 很常会有团体活动之类的 很多小孩当然戴不住口罩 就会有更多的飞沫传染 由于周日 确诊人数持续下降 比上周减少超过21个百分点 只会中心预估 周一渴望跌破万例 只要再观察大约一周 疫情没有明显反弹 下阶段就会宣布 轻症确诊者免通报 免隔离 民众离正常生活 也更靠近一步 欢迎新闻 张宽轩王一德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监制 市民开启小铃铛 可能要是馨 人的消息 公司